桃园国际机场的清洁人员还有防疫计程车的司机 是相继的传出了确诊 由于这确诊者的工作场域都是在桃基的第三停车场 为了防堵疫情 国防部陆军33化学兵群 今天是动员了32人以及12组的装备 前往了桃园机场来进行全面清销 坐在汗马车上 国军化学兵进到桃基第三停车场内不断来回消毒 不只事外 员工休息室也进行大清销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桃基一名女清洁工在昨天确诊 她的主要工作场所全被列为重点消毒区域 那主要消毒的范围是T3停车场的这个平面 以及计程车驾驶的休息室 还有厕所还有电梯的部份 国防部陆军33化兵群共动员32人 及12组装备到桃基第三停车场进行消毒 由于目前尚未确定女清洁工的染疫途径 加上女清洁工主要工作场所 刚好与机场防疫计程车重叠 卫生单位不敢大意 目前已经匡列了500多位防疫计程车司机 连夜通知裁剑 昨天完成了313位 剩下的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会接续的来做 我们也请这防疫车队的驾驶 在没有完成筛检之前 暂时停止她出车的任务 除了通知防疫计程车进行裁剪 卫生局表示目前也正在加紧设置筛检站 让周边民众能够就近筛检 避免疫情向社区扩散